大家好 我是你们Django项目部署这些课程的老师黄夏昂 那么我具体的详细资料呢 在这桌面上也有一些介绍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的Django的这个课程呢 它的课程大纲 还有一个就是第一节课我们的黄金准备 我们现在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呢 大概是面向什么样的培训对象 还有一个呢就是培训的目标 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培训的对象 第一个是对Django感兴趣的同学 另外一个呢是会写简单的Django程序 但是又想学习怎么部署的同学 那培训的目标呢主要是 第一个呢是掌握Django的几种主流的部署方式 另外呢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掌握怎么做事情的正确方式 还有呢就是你部署的过程中 对于服务器的模块性啊 可配置性啊 还有自动化安全性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部署的课程呢 我们选用的黄金呢是Sendos 64位系统 6.5榜本的 Django呢是1.8.3 Python呢是3.4.3 那关于这些榜本呢 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介绍了 就是关于Django的各种榜本 以及它们的荐种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像Django呢如果是1.4的话呢 它是呢需要Python2.567这样 1.7.8呢是支持Python的2.7 3.2.3.4这样 1.9以上榜本呢可能就是2.7 3.4 3.5 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呢可能 如果是选用一些比较旧的榜本 可能不太合适 所以选用的是1.8.3 那下面呢我们第一节课呢 是主要是来讲一下的就是基础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要部署好Python啊 数据库啊这些 还有发布一个最基本的Django 可以也就是说这个网站可以跑起来的 那下面呢同学们可以跟我一步一步的 就是学习怎么安装 还有配置这个环境 首先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要求是商店 4.3的Python 那我这里呢部署了一个虚拟机 Centos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这虚拟机装网之后呢 它Centos它默认的它是2.6.6的Python 所以我们必须要替换它原有系统里面的Python 我们看一下 Python的默认安装榜本是这个 那关于Python的安装呢 我们一般是去Python的官网那里下载 下载的话呢 我这边的课程 呃里面的课件呢 有其实有详细的网址啊什么的 那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Centos里面呢 是这样的 呃 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是切换到root用户吧 因为这样的话会简简单一点 我们假设我们切换到下载的目录 那么通过这一条命令呢 wget 这个命令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Python3.4.3的压缩包 下载回来 当然 呃下载过程是比较慢的 我们课程呢 时间也比较紧 那么我就已经提前已经下载好了 在这里 但是同学们自己在呃 去实验的时候呢 就是需要输出这样一条命令 当这条命令在课件里面也有 大家回头呢 去看课件里面有详细的步骤 那么我假设大家已经执行了这条命令 把它下载回来了 它下载回来 首先第一步当然就是解压了 解压是另外一条命令 执行这条命令之后呢 这个压缩包就会解压 解压到哪里呢 解压到一个目录 那这是第二条要执行的命令 同学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跟着我做啊 当然我是呃提前做好 是为了节省呃讲课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呢 假设我假设大家已经执行完了 那么现在已经解压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呃 呃CD到那个目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里面有这么些文件 但是我们在安装Python 3.4.3之前呢 我们需要安装一些依赖的包 这些包呢在课件里面也有 那这些包呢 其实就是这些安装包 大家呢可以直接执行这条命令 那里面有它所需要的这些依赖项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 接下来呢 先首先安装这些依赖包 那因为我提之前已经 已经是安装过了 那么就是这样 那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就接下来就要真正开始来安装Python 3.4.3的版本 首先呢 就是当然就是呃 config 这个命令 当然呃 如果有玩过Santos的同学 应该基本都是对这个命令非常熟悉的 这三个命令呢 分别是config 还有呃 make make install 这三个命令呢 就是一般我们自己编译安装软件的 通用比较通用的命令 那make 呃config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是输入make命令 make命令呢 就呃 就会去编译编译这些呃 原码 原代码 然后呢让它生成酷文件 那接下来呢 当然就是make install 那这条执行之网 呃执行完之后呢 那它就把这个python3.4.3呢安装进去了 当然它这个过程可能稍微久一点 我们可以让它自己完成 呃稍微等等待一段时间 那么呃我们知道安装完之后呢自然就是装好了3.4.3 但是系统呢用的还是原来默认的2.6.6 那么我们要怎么把它改改过来 也就说我们的centos呢以后就直接调用3.4.3 不要默认的调用2.6的版本呢 这个呢可以通过呃 做一个备份还有拷贝 等一会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步骤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回头再利用这点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接下来的课程的大概 首先第一节也就是本节呢 我们主要是讲一下Django和它的基础依赖 像也就是Python还有MySQL这些 我们这一节课的目标也就是把那个基础的环境搭建好 那接下来呢会讲一些配置 例如说Setting.py啊 一些出错的模板啊数据库啊 还有可能涉及一些MEM cache 然后呢就会讲一些主流的Django主流的部署方式 还有讲多服务器的部署 还有一些可扩展性啊 自动化的东西 最后呢可能会讲啊 总结一下Django服务器一些安全相关的东西 那每节课呢因为时间比较短啊 都是15到20分钟 所以同学们应该是一边是自己看课程 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一下老师的视频里面的一些演示步骤 那我的视频呢不一定就是完全一步一步来 因为有些步骤可能花的时间非常长 就像这一步就花了非常长时间 那我们看现在已经安装完 我们看一下系统里面的Python到底是什么版本 OK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哦 又是2.6.6 也就说它并没有调用我们的3.4这个版本 那要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呢就是到用户目录下 这里面呢有一个Python的可实行文件 我们执行这条命令 我们呢把这个原有的Python的这个可执行文件呢 把它拷贝到jango.bak这样呢 重起来 这样呢也就说把它备份起来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3.4的又是放在哪里 用witch命令啊 原来3.4的是在这里 那么我们刚才呢已经把Python呢备份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把 我们把相当于说把这个3.4的做一个快捷方式 电捷过来 这样呢我们再打输入Python命令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系统用的就是3.4.3了 那原来的2.6呢就给我们相当于重命名成这样 后面加上wak 那这样呢还有一个文件呢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yum命令 就是用来安装的命令 这个呢它是放在 就是bin这里面了 我们可以打开来 那它默认呢还是用Python 但是呢 如果是直接用3.4呢它会有问题 那么如果有大家有遇到出错的情况下呢就可以来编辑一下 让它调用原来的默认2.6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被奉起来的这个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装好了Python3.4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 还有一个 大家知道有一个PIP PIP的命令呢 这是一个安装Python包的命令 嗯那么我们让它升级一下 也就是说 它呢可能会是比较旧的版本 首先我们让它升级一下 因为我不可能保证所有的 呃 Centos都是一样的 我们让它先upgrade一下 那么它现在呢 PIP我们看一下 OK现在已经upgrade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呃要安装SQL Server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呃 当然我之前呃 已经已经安装过了 但是这条命令呢 大家照着我呢 做就可以了 里面呢 装完之后呢 你的LOOTS账户呢 是没有密码的 所以也就说你安装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LOOTS用户 这样 MySQL U LOOTS 这样呢就直接就可以登录控制台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这边因为我的LOOTS账户 我之前安装呢 已经设置过了 所以我输入我之前设置的密码 那如果这里呢 大家发现登录不了的情况呢 也有可能是MySQL 呃没有起来 没有起来呢 是这样的 大家呢 可以输入service mySQL d start 这样呢 它这服务呢 就会启动 这样呢 就可以顺利登录了 那我们 进去MySQL的控制台呢 要做什么呢 首先当然我们要创建 呃 我们后面要用到的数据库 那创建数据库 这些命令呢 在课件里面也有 呃 首先大家比较熟悉的 应该就是create database 这个命令啦 呃 直接在这里面输入 然后enter就可以了 在课件里面也有的 就是一条一条的执行 还有呢 就是给 自己清建一个账号 就是第二条命令啦 当然你 呃 我是给它密码 是123456 当然大家自己呢 就是根据自己需要 来输入就可以了 也就说这些命令呢 在MySQL的控制台里面呢 一条一条的这样 一条一条的输入 当然我这数据库里面呢 已经存在这个用户了 那接着呢 给 因为你们莫证安装王呢 root是没有密码的 那你们给它 第三条呢 是给它一个密码 当然我这里是654321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复杂的密码 最后一条呢 就是刷入这些权限的改动 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呢 就是 呃 安装 因为我们的MySQL跟我们的Django之间呢 需要相当于有一个桥梁 那这个桥梁呢 就是所谓的MySQL Client 那它的安装呢 就是你直接 我们假设现在数据库已经配好了 那么 已经配好了 那你直接呢 PIP install MySQL Client 那这样 它就会安装这个东西 这个软件 我这里呢 已经安装完了 那么 最后呢 就是 当然就是安装我们的Django了 Django呢 也是用刚才 那个PIP命令 这样 应该是这样啊 用两个等于一号 也就是说我们指定 在这里呢 只安装1.8.3的版本 那么它就会安装好 那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当然首先就是去改Django的配置文件 大家可能 有些同学呢 自己玩过 那应该也是知道的 首先我们 平时呢 创建一个项目 应该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啊 装完Django之后呢 就是用Django Admin 然后呢 Start Project 例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创建一个Project 名字叫做 PRJ1 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个Project Django的Project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应该是这样的 它这里面呢 有关系到数据库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它默认的数据库呢 它是用的是SQLite 也就是说本地的文本数据库 也不用什么用户名密码 当然这不是我们希望希望的 我们希望的是用MySQL 至少是用MySQL来配置 那么MySQL在这个地方怎么配置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我已经配置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这些在Django的官网上也有 但是我这里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吧 刚才呢 我们那四条西口语句呢 大家都知道已经创建了一个叫Song的用户啊 然后密码是123456 还有呢 让ROOTS的用户的密码改成654321 这四条西口语句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配置数据库呢 就需要把刚才的那两 那数据库的配置呢 改成这样 这样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们用的是MySQL的数据库 然后呢 我们刚才创建了一个数据库叫BlockDB 那么我们也是相应的Name它就叫BlockDB 那用户呢 就是Song 那么Paceware呢 就是123456这样 那我们需要改这个地方 这样呢 它就Django就会根据这些配置呢 去跟MySQL做数据的请求 OK 那么配置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把项目启动起来 那大家之前有玩过 应该也知道就是怎么启动本地的 Django的项目 是这样的 用RunServer命令 我们假设现在呢 就是让它跑在8080端口 那么就是这样 OK 它已经跑起来 我们现在呢 就打开来看一下 当然我就用虚拟机里面的浏览器来打开来 那么是8080 OK 像这样我们打开来 就可以看到熟悉的Django默认的页面 那这页面呢 也说明说它 能连上数据库 并且呢 Python还有Django能很好的合作 那么这是我们这第一节课的内容 就是讲一个基础的环境 基础环境的配置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下一节课的内容呢就是会 会讲一些部署前的准备 就是说我们要修改一些出错模板啊 Setting啊 还有数据库啊 各方面的 那么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这一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